伤我的兄弟就得让他十倍偿还 乌氏家大也大 我们苏家也不是吃素的 老杠 吵家伙 嗯 另一把皮蛋生意做到全国家盟 生意越来越好 吴启豪仗着背后有宋都尉撑腰 以皮蛋气味过重扰民为由 对皮蛋摊进行打杂 坠血F4在对抗中 不同程度的也都受了伤 不仅是皮蛋生意 就连不行的生意 全江宁的蚕丝都被吴启豪收入囊中 苏氏不行在吴启豪的打压下 生意也是越发的惨淡 而如今苏塔尔已经无计可施 只好忍痛将现有的步行关店转让 在这里 我偷偷告诉你一个表情包彩蛋 评论区输入发送狗头家报权 就会解锁一个全新的表情 解锁的表情在最后面可以看到 看着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布行 如今纷纷倒闭 虽有不甘 但这也算是权益之计 步行转让的消息传到老太爷耳中 二房父子父畅自随地在一旁煽风点火 说是宁毅要私吞苏家族产 苏塔尔一介妇女受到宁毅蒙骗 不禁看来 定然是直续想吞并祖产 长家受到了匡骗 还请父亲定夺呀 但是眼下关闭店铺 已经动摇了苏家的根本 老太爷这次必须让宁毅给她个完美的解释 苏塔尔见宁毅成了众矢之地 只好拿出掌印 让老太爷再给他们夫妻俩一个月的时间 老太爷看到苏塔尔的表态 说明他们还是比较有信心 便决定再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 莫非想出了什么好罚子 我要买皮蛋 上一次吴启豪对皮蛋摊的破坏 并没有让宁毅止步于此 他把变卖不行的所有钱财拿来 让老耿再去订购一大批皮蛋推车 大街上不让摆摊 那就整合资源 利用广大的加盟商 把皮蛋摊分布到全江宁的小巷街口 同时还组建一个逐机会 分区搜集客人的具体信息和个人偏好 就相当于今天的大数据 假如你喜欢一款视频 那么平台就会按照你的喜好 给你推送相关的视频内容 还有累计消费反例 购买皮蛋金额达到二十文 就会获得一枚钙银 集齐四枚就可以召唤神龙 经过宁毅的这些猎骚操作 皮蛋生意经营一个月 赢收入就高达了三万两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 宁毅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动作 宁毋看聂姑娘每日出去摆摊 太为辛苦 天天抛头露面的也不太方便 作兴呢 咱们拿这笔钱 给聂姑娘开一家饭庄 名字就叫做竹记饭庄